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非常丰富 首先来聊聊特斯拉的股票 最近几天的跌势让许多人感到担忧 尤其是与川普的股票形成鲜明对比 今天的特斯拉财报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马斯克会带来什么惊喜 接下来我们还会触及一些全球经济的热点话题 比如美元的地位是否会受到挑战 还有金砖国家的合作情况 最近的报道指出 波音和食品饮料巨头的财报糟糕 甚至还有北韩派兵的消息 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局势 大家对于这些消息有什么看法呢? 最后我们也不会错过特斯拉的最新进展 马斯克在AI和自动驾驶方面的计划让人十分期待 他提到的未来飞行汽车是否真的会到来? 我们将一起探讨这些有趣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Fly100说 特斯拉股票最近几天都跌得厉害 跟川普股票不一致 看看今天特斯拉财报会怎么说 马尔布伦一说 一 优幻金砖 动摇美元 Fly100说 WSJ报道里看到的几个不利消息是 波音财报糟糕 ARM和高通发生了授权战 引发半导体跌 食品饮料巨头 股价都出了问题 星巴克销售下降 麦当劳股票跌 可口可乐销售也不好 房地产销售糟糕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超过4.2% 分析师认为 这一走势继续上涨 原因是美国经济依然火爆 且投资者押注共和党 将横扫白宫和众议院 十年说 北韩太宾说 为南韩送单开始铺路 让俄乌战争陷入更深的陷阱 Fly100说 拜登今天说 继续给乌克兰提供200亿贷款 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十年说 他的政治遗产 叶青说 主要是会议 在讨论新的代替Swift的交易系统呀 十年说 可能不会有人民币 而更可能是公共平台 叶青说 一个18岁美国人 在日本四处放火 这时候没人出来指责仇日了 海牙说 来说说你的想象力 叶青说 很可能是货币加权 每个国家都按比例 把自己的货币加权进去 也有人认为 用粮食做定毛更好 金山说 明星多了 资金就来了 你连主观环境和客观意愿都不分吗 咧嘴笑脸 海牙说 山哥说的对 印度哥哥已经做出了表率 西亚书初看了美国新国安中心的长篇报告 偏向在台海无人机战争度 美台方并不占优 我们中国研究院使用了广泛的资料 得出了几顿 也是中纲战云 对目前可以投入的无人作战机评估 中国三年零零 美国二年零零零零 台湾二零零 硅谷风险投资公司 创始人马克安德 深得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 还建议格局华尔技术峰会 Tax性 EHRLC5S 这是一个对话 有很多动静 我还没有没得及细看 从图表上看 中国与美国相差太远 即使是快速追上 也要很长时间 中国怎么办 让明星IPO优先到香港 印度的科技企业 也会对中国形成竞争力 香港应该更国际化 吸引国际企业到香港股市了 中国更多企业 走到其他交易所 金融国际化 就是市场国际化 也是力量国际化 标准国际化 Winney说 At all亮光闪烁 六度博弈 中文平台正式上线 亮光闪烁 预测政治 娱乐 金融等话题 用智慧博弈未来 向右HTTPS DUO六度World 逆时针箭头 点击右上 较可切换语言 World on Fire说 人民币国计划是错误的 成了 最多是下一个美元 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 换个货币而已 本质并没变化 如果不成呢 并且人民币国计划 瓜田里下 有为中国永不称霸的 外交政策之嫌疑 中国不是另一个美国 人民币不是另一个美元 美国霸权某种程度上 就是美元霸权 放弃人民币国计划 和国际社会一起推动 联合国发行真正的国际货币 世界币 替代美国发行的美元 塑造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曾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 中国人占据主导的世界 这是赤裸裸恐吓西方社会 以绑架整个西方和中国 做最后的斗争 一个思路 用鸡蛋作为联合国发行 国际货币的基本单位 来衡量这个世界 鸡蛋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文化里 都具有广泛而普遍的认知度 是理想的跨文化 跨地域的价值衡量标识 有利于世界快速建立起 对新货币的认知 也有利于突出新货币的稳定性 另外鸡蛋也被称为 最好的天然蛋白质来源 每天一个鸡蛋 也被科学认为是 人体最低营养单位 以此作为新国际货币的基本单位 塑造以人为本的 国际新金融体系 没必要讨论印度 这个国家没有未来 六兜着的说 人民币国际化提速 跨境支付更便捷 报纸六度新闻 全球新闻流六度世界 HTTPS 6D World T Topic 578185 利又说 喜极而泣 是红皮鸡蛋 还是白皮鸡蛋 绿色鸡蛋 走地鸡蛋 还是龙氧鸡蛋 是刚生的鲜蛋 还是灵气的老蛋 是大蛋 中蛋 还是小蛋 喜极而泣 老兄真斗赞 我没读过专业书 理解错了 你别见乖哈 谁说 刚刚在思想限制报中 我简单讲了 中国企业在华尔街上市 除了满足虚荣心 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 李奇博士则讲到 中国企业在海外 有七万亿美人 六都得着说 哈里斯女士在接受 small CBS 某新闻采访时 提供了另一个 有趣的线索 当被问及 哪个国家 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时 他指出了伊朗 他说伊朗手上 沾满了美国的鲜血 华盛顿的大多数政客 可能会点名中国 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 将该国确定为 唯一一个 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又日益拥有 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 弗埃一百说 确实有虚荣心的成分 能去纳斯达克拍照 很兴奋 师爷说 我跟其中一些老总们聊过 几十年的一些聊天 变成了几句话 对思考中国股市 有了一点作用 弗埃一百说 哪几句话 在今天的思想先驱报里 师爷说对 简单地说 股值很低 弗埃一百说 以前不都说去美国上市 估值会变高 因为有对标公司 阿里巴巴介绍给美国时候 就说自己是亚马逊 加eBay加PayPal 师爷说公开吹私下口 如果在安股就完全同中国股市包口港股 是要一批明星期 股值可能产生质变 Fly一百说 刚听了最新思想先驱报 拼多多有了提名后 在美国上市也是必要的 不过我也觉着应该在香港再上市 谁说分上 下集 我的评论在下集 导播正在制作 很快上市 LiuDotator说 Are Solar Panels Free?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OE7BGPW0YFK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OE7BGPW0YFK 金山说 人生就怕 一千次的错误你都坚持了 一次的正确你却放弃了 老万说 你这是在办会员卡 老万说 本来应该叫大国宗将 大对宗 但是不能盖过皇上 金山说 那是解由逆配的 六度世界聊天区 2024年9月浅肤色的表情符号修饰符 资深网友讨论区六度世界 HTTPS 6度 World T2024年9月57050亿 咱们说 人家是爱沙尼亚人 历史地缘所限 难免焦虑重了些 体谅一下 市场在Price in Trump当选的可能 南韩的军火应该也早就用在乌冬了吧 大家都用本币结算 蛮平等的 但人民币比其他货币更平等些 要成立金砖清算机制 Guten Tag 0000说 这要反过来看 老仙是外人 习普自家人不用客套 笑容可拒 Fly 100说 特斯拉美元TSLA首席执行官埃龙 马斯克刚刚表示 我的朋友彼得 泰尔正在挨探 未来没有飞行汽车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 山野散人 说 从本次金砖峰会上看 金砖国家货币没那么快推出 也得不到所有国家支持 金砖支付结算系统推进得很快 俄罗斯特别上心 因为现在 Swift系统俄罗斯用不了 印度不反对 中国乐观其成 这个会比较快的投入使用 叶青 说 搞自己的货币 步子太大 容易扯到 先从结算系统开始 也算稳健些 六兜着点说 外交政策 为石膜北韩向俄罗斯部署军队 真的很重要 北韩的兵力是否被外界低估 如果派兵参加俄乌战争的风险何在 如果只是到俄罗斯 其目的是什么 中国研究院2024年10月24日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ivkhe00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ivkhe00 金山 说 https v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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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一股浓浓的AI味 小机灵说 不够神童 笑到流泪的脸 Liu Dodater说 唐纳德 特朗普和卡玛拉 哈里斯之间的总统竞选 再激烈不过了 在彭博新闻社 Bloomberg News 晨间咨询 Morning Consult 的民意调查 HTTPS ProAssets MorningConsult .com WP Uploads 2024时 Bloomberg Swing States Wave 13.PDF 中 候选人在七个摇摆州的潜在选民中与候选人并列 在这些战场上的微弱优势凸显了广告 集会和敲门活动 HTTPS 3W.bloomberg.com News Features 2024年10月20日 Harris Trump 2024 Campaigns Fight for Pennsylvania as Votes to Biden 的最终闪电站将如何决定谁入主白宫 美国大选已接近尾声 非常接近 在所有七个州中 候选人都处于僵持状态 在可能的选民中各有49%的支援率 该民意调查的总体统计误差幅度为一个百分点 Fox说 我生不了头 我喜欢吃面 Liu Douditer说 关于机器人 马斯克表示 晴天柱的下一代手和钱币非常像人类 特斯拉是唯一一家拥有扩展人型机器人的必要成分的公司 摩根市单利的Adam Jonas询问了Tesla和XAI之间的关系 以及XAI的工作如何对Tesla有益 马斯克表示 XAI正在研究通用人工智慧 而特斯拉正在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 他称之为现实世界的AI 所以他让这听起来像是他们是不同的公司 在解决不同的问题 马斯克说 需要有一家寻求真相的人工智慧公司 我仍然想知道 特斯拉是否会向XAI投资50亿美元 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是世界上推理计算效率最高的公司 他的意思是 特斯拉最擅长 使用AI和模型以前从未献过的数据来得出结论并做出决定 在Tesla的案例中 这是来自车辆周围摄像头的输入 这些摄像头将图像数据引入电脑视觉系统 他指出 这与XAI等初创公司在生成式AI工具上所做的工作非常不同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问题 特斯拉正试图破解马斯克所说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慧 马斯克表示 随着操作系统的改进 他的AI初创公司XAI正在研究的生成式AI技术Grog 最终将整合到特斯拉汽车中 特斯拉表示 中国对电动汽车的需求继续比美国和欧洲高出三倍 这表明其他地区未来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将如何 特斯拉的中国第三季度出货量创下历史新高 这得益于中国推出更多补贴以刺激销售 他的 以下是特斯拉季度收益和电话会议的主要要点 特斯拉本季度表现非常强劲 这要归功于销售反弹 成本结构降低 7.39亿美元的监管信贷 以及确认FSD的地盐收入 华尔街非常高兴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 上涨了11%以上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讨论产品时表示 拥有一辆普通的25000美元模型 车毫无意义 马斯克提到了Doge 及政府效率部 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赢得下个月的总统大选 他想监督它 听起来 他的第一个要求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途径 来批准自动驾驶汽车 而不是目前的监管拼凑 特斯拉还表示 他有信心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明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开始提供叫车服务 六下话现身说 昨天晚上又想了一遍你这段话 还真是话操里不操 田家英 陈伯达 胡乔木等毛老人家的秀才 就是专门负责为他读书写提纲的 所以老人家知道很多新鲜知识 但是塑造他的思考的还是他自己的深度阅读 比如资质通鉴等传统文化读物 是他深度思考和策略的源泉 习也一样 列出书名未见的他就不知道书的大概 深度掌握可就未必了 好比我们现在都可以熟练使用AI提出问题 但角度还是收到既有思考体系的束缚 实验说习近平加强对中国石数界的束缚 实验失踪或被解雇 被用风口政策影响深入 报道与分析2024-1023 以来的6条腾夸不得进程 1980年之后 西方媒体这个报道非常多 今年渐渐少了 那你说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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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吗 Fox说80%是真吧 我没有到京东金融上确认 查了一下 应该是2017年京东金融的海报 同期还有一张 真的是坏啊 六下话先趁说 时代真是变了 早三十年有这事 老头老太太们得拿兔沫淹死的 北京晚报非得发起社会大讨论 谴责这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可袭击而计 Fox说 我们批判的角度应该是 女权 LGBT等等 大概帅的是一帮长胡子的臭男人挑的事 做投资的人可以看看 如一命下话先鲁说 JD最近因为请杨丽代言的事情上闹得很大 加上刘强东两口子事情也不断 韩语下话先鲁说 HTTPS YouTube BXV 4VQVCA SI等于WAPD 929RMLN9FHI 昨天的经济学究风险提示的很到位了 问题在于 政策的出台 是否像大摩说的 这样看数据走势 走一步看一步 还是说 一旦进入了出台期 剩下的就是走各个流程的问题 GutenTag0000说 京东被渗透得很厉害啊 思考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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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命下话先鲁说 这种不算渗透吧 公司的企业文化而已 嘿下话先鲁说 如果真是明年二季度再次摊底 那股市最近一两个月还好不起来 咱们说 S.1 供您参考 HTTPS YouTube BYVYSJRXP8 SI等于XSH 零下话先鲁路 下话先R8HRB 嘿下话先鲁说 现在是属于裤子还没提上来呢 就想着 看它掉不掉一点 掉一点了 再发点里提一下 如果政策还是这个觉悟 那真是没戏 恐怕底裤都没得穿的 六下话先鲁说 物质大改变 促进身份群体的觉醒 没有例外 老万别提纳粹呀 留神窝窝对你 身份群体崛起 有两个作用力 一是个性解放 促进创新社会 一是消解威权政府权力 CCP 有慈母情节 一直在悉心呵护这个过程 不是放任 咱们说 现在是 其发觉 穿个裤衩出门 也没石膜 说不定更能让外界 看清自己的魅力 福克斯说 您这个简直是白左宣言 不用下话先鲁说 和我价值观无关 我观察到的事实而已 喜极而泣 嗨一下话先鲁说 有道理呀 那这样 我得改变一下 我的投机策略了 主动做空 必须给政策一点压力 市场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你想要慢牛 我就让他快不起来 咧嘴笑脸 咱们说 去年 我提出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 很高兴看到 这一机制已经落地 中方将实施 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 未来五年 在金砖国家 设立十个海外学习中心 为一千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 提供培训机会 助力金砖人文交流 走深走实 当心点 别牛来了 自己却起不来了 他一下话先鲁说 其实我是更偏向于大摩的这个分析 是错的 更可能是进入了初台期 剩下的是走流程 别有下话先鲁说 想读懂中国 要看重要的资讯 想投资中国 要听狐狸狐狸脸的洗击耳气 想读懂中国 要看重要的资讯 想投资中国 要听狐狸狐狸脸的洗击耳气 嗨一下话先鲁说 流程也在按部就班地走 数据也在一步步出 但是不能说是 看着数据出流程 别有下话先鲁说 你模仿乔托的七对善恶标准 做一组话 特别有意义 真的混货的脸 福克斯说 哼哼 长胡子的臭男人挑唆 想读懂中国 要看新闻联播 想投资中国 打赏和平点点 三门说 此次金砖 中国负责输出工业 俄罗斯负责输出农业 印度负责输出动物保育 尤其是Big Tats 别给他这么大责任 人家还在复原中 福克斯说 那我做做儒家武常 与佛家似无量心 六小话先鲁说 狐狸脸长着胡子 看来不是他 思考的脸 福克斯说 你还真别说 我看错了 以为你在说习近平呢 十一说 华尔街开始为可能的 川普执政进行准备 今天股市就是反应 六小话先鲁说 我这次去苏州 看到当地提倡巴里斯什么的 写得很恶心 男是校东师 比东师还恶心 所以别什么四为八的 五轮五常了 金山说 京东也是傻 这么经不起调讽的男人 基本都是二货 这么热的话题把羊换了 屌丝 普信男不就是大多数男人的 基本特征吗 我就是典型普信男 嘿 下话先鲁说 也是女性的基本特征 其实是人性的基本特征 谁不自信啊 谁又不普通呢 咱们说 Acknowledging the role of BRICS members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s of natural resources 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mong BRICS members across the entire value chain and agree to take joint actions to oppose unilateral protectionist matters the group declared 且看效果 嘿 下话先鲁说 刚刚尝试行空了一单 亏150刀走人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云深解海说 地平线机器人今天上市 暴涨25百分号 咱们说 期货我是坚决不碰的 嘿 下话先鲁说 小赌一琴 咧嘴笑脸 咱们说 可惜有点生不逢时 程大厨 说 山哥这把词一换 立马提升到了 舒本华的高度 通透 Yaren 说 报 大A又跌下3300点 和老板又见不了朋友了 叶青 说 刚开始而已 老何还有机会 喜极而弃 咱们说 舒本华女人缘不好 你再换一个给她 云深解海 说 时间倒是还行 可是买不了 没开港股通 护身港通 还是有很多问题 待解决 把港股真正纳入议题 程大厨 说 不给她了 给你个开心的 Yaren 说 现在叫瞎头难了 程大厨 说 你要的自爆快来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